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 古惑仔 大戰咖啡佬 警方就光束封城 這些事情我相信大家都覺得是津津樂道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我們警方究竟有多麼光束 有多麼快手 對於這些罪惡的話是絕對零容忍的 一會兒會跟大家詳細說說 除此之外也想跟大家說說審計處揭發了政府部門的壞習慣 慘變為公務員的公敵 究竟審計處會不會被其他公務員團隊逼迫 公務員團體又會不會出來抗議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 還有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將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看Facebook的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業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和可以一起討論 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最近在網上瘋傳有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拍到一些古惑仔 圍著咖啡佬 簡單來說 他們應該叫真名叫交通督導員 去追著他們罵 這三位男子 其中有一位染髮男子 更加身形灰吾 說得好聽點叫灰吾 難聽點叫肥絲大隻 他還不穿衣服 而另外那兩位男子 相信也是同伴 三個人踢著拖 圍著咖啡佬 不斷在後面不斷指指指指指指指 這段影片當中其實是大量粗口 所以我們播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 而拍照的人士其實是在車內拍出來的 正當大家都覺得 哇 搞錯 這樣罵個交通督導員也可以 還要不戴口罩 而交通督導員也疑似寡不定眾 繼續就好像轉身走人 那三位男子就繼續追著不斷在罵 罵罵罵罵更加爆出一句說話 就是你知道我是誰嗎 那條片之後就完結了 但是絕對有後續 後續就是說交通督導員 原來就不是真的敗走的 有另外一條片 那條片我懶得播出來 因為那條片太長了 那條片就是原來交通督導員 走回警車 而警車裡面是有其他警員的 警員一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馬上跳下車 就看著那些小股仔 開始要求他們說要戴口罩 說發生什麼事等之類 因為拍攝的位置比較遠 所以其實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但是之後還有更加多的大批警員 更加有不同的衝鋒車 警犬等之類 也都將攝氏那條街 直接封了它 最恐怖的是什麼 就是更加多便衣警員 直接在車房門口做調查 那攝氏那三位人士 最後是被反鎖了 反鎖了 而是被壓上警車當中 而警方也說回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原來是這樣 深水埗交通督導員在昨天早上的時候 在這個豐樹街和福榮街交界 進行一個交通執行行動 即是抄牌 去到福華街一間店舖的時候 裡面有四個職員 他們這四個職員公然挑釁 辱罵和阻止交通督導員 對維麗泊車去執法 警方也非常高度重視這些挑釁 執法行員的事件 深水埗警區的刑事探員 特別職務隊 深水埗區的交通隊 警犬隊 深水埗的特遣隊員 以及軍裝聯合執行行動 以涉嫌違反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 拘捕了那四名男子 而那四名男子 被拘捕之後 也將該路段的所有遺例車輛 去做人交通執法 一共拖走了三部遺例的車輛 以及共發出四十七張告票 而那四位被捕的男子 被扣留調查 案件交給深水埗反黑組第三對跟進 警方也強調 絕對不會容忍任何挑釁 而阻礙公職人員的行為 深水埗警區 一如既往會繼續加強 提供交通執法的檢控 以確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同時警方也呼籲駕駛人士和道路使用者 設物違法和佔用公眾地方 警方很快手做了一連串行動之後 剛剛嘉偉所說的新聞稿和對外宣說的 其實也在昨天很快手 就已經對外公佈了 也有些人士說自從昨天談話之後 那些路段的位置 真是清洗太平地 所以我們說光束封城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警方很快就已經帶了大量的人手 去捉拿那四位瘋子 嘉偉我自己本人在這裡跟大家說 你不戴口罩已經聚加一等了 你還要是綜密碼一些紀錄部隊的人員 說真的一句 你街邊泊車合法的 如果你跟我說你放在街邊咪錶 其實你入了錶你怕什麼 不是 他做車房的 他做車房很多時候都放一些車在外面 但問題就是你做車房還是你做車房 那條路是不給泊車也不給泊車的 你開車的 你做車房的 你趕快開走的 車好過 反過來 其實大家也看到 有時候有些人想這些事情 真的完全不經大腦 你威得一時的話 最後你是不是威一輩子 現在這間車房的話 真的完全是免費買告白的 全世界都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了 說真的一句 你搞不搞 你搞交通都到遠 趕快有時間駕車好過 搞到現在的話 街邊很多不同的市民都說 原本都有抄牌的 都沒有抄得那麼厲害 但是現在多得這個車房 有排清洗太平地 有些人就說警方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天天要抄牌等之類 其實再說一次 駕得車的朋友們應該要明白到 你自己有輛車 如果那附近是沒有停泊地方的 給你人情 抄牌是道理來的 抄牌是天經地義的事 你不要想著那個地方 是一個合法泊車的地方才行 所以根據這件事的話 我希望所有人都幫幫忙 三思而後行 不要想著又是貪一時過癮 好像很型 型是有代價的 再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話 想想2019年 當年的時候有很多不正常人類 就覺得自己很型 怎樣搶犯 怎樣針對警方等之類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了 在法庭當中 比比街市就是一些 2019年犯法的人 仍然會成之於法 當然仍然有些人 可以流亡到海外等之類 但是怎樣也好 在我心目中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要犯法 犯法和範例這件事 真的是一線之差 怎麼會犯例呢 就是你做一些事情出來 是對公眾有帶來不變的 但是又不是法例可以違抗得到 或者可以抓到你的 很多時候都有灰色地帶 不要說什麼 政府都有了 政府公務員只是說做些事情 或者是說 特意想些事情 特意拖 特意有問題 不理的話 其實也會令到我們公眾非常之頭痕 他沒有辦法 但是條例上 其實他是有責任應該做好他 但是他們沒有選擇做好他 幸好香港有一個部門 就叫審計處 審計處又會發了一個最新的報告 今次這個報告是揭發了 因為香港政府有很多部門的壞習慣 而審計處就慘變了公務員的公敵 為什麼會變成公務員公敵 是因為他們踢爆了很多政府部門 甚至有很多部門之間的無聊事情 不做事的情況 審計處其實定期都會有些報告出來 根據審計處他們的目標是做什麼呢 就是根據他們的專業精神 去為公營部門提供獨立的審計服務 以及希望能夠盡力盡善 去改變整個香港政府和公營部門 今次有兩個報告 包括78號和79號 78號當中有四件事特別針對著 包括香港出口信用局的保險局 他們當中有什麼問題 包括駕駛的時候 運輸處有多麼低能 安達神發展計劃當中有什麼謀誤錯誤 科技券計劃當中有多少不便 而第79號報告書 也說了更加多有八件事 包括持續進修基金 發現有些人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去搞一些課程 但實質其實是幫助別人移民 地區健康設施 或者房屋處小型工程等之類 總之是香港政府部門的計劃 或者任何工作審計處都會根據自己獨立的調查看 當中會有什麼問題 我不說得多 我就是以說運輸處都教了別人說 運輸處你搞什麼 根據審計處的報告就發現 原來香港如果真的要考車牌的話 當然你要考不市 但不市的題目20年沒有更新 更加離譜的是什麼 原來有一些題目 有一些新的條例 考試是沒有考到的 更加也發現到 原來現在這一刻你打算排期考車的話 考路試的話 哎大件事了 你要等一年有多 排期要超過400天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是不是太多人考車 哎呀又不是 原來是因為考牌官執勤安排問題 令到這些效率這麼低 審計處就有很多這些報告 除了剛剛所說 運輸處 哎呀原來它內部是說 令到大家考車考得這麼辛苦 大家有沒有平時搭車或開車的時候 經過屯門公路 屯門公路也都有問題 屯門公路的改善工程 因為發現到 勘探不足 而額外需要加多2億的開支 也延長了13個月 你想想 審計處用它自己的能力 去找到原來運輸處 或者其他政府部門 是有這麼多不足的 你想想 它怎麼會不成為公務員的公敵 但是話雖如此 很多人都會覺得 哎呀那你審計處 你under誰的 你又不是什麼什麼司長什麼什麼 大家就要留意了 審計處和廉政公署是接近同等的 是直屬行政長官的 它不遞述任何一個政策局 司長仍是完全無關的 它是一個獨立部門 即是說 你就算政務司也好 律政司也好 財政司也好 審計處都可以隨時去找你 我們之前拍片也說過 其實香港政府李家超先生 我們的阿超哥 你一直說說要做什麼KPI等之類的 其實你聽審計處說就可以了 審計處定立了很多東西出來 看到你有什麼不足 你就跟著一些不足 做KPI出來 再者 其實我自己看回頭 審計處每一年 定期也說會有一些報告書出來的 那政府部門究竟有沒有改善呢 公務員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有一些年紀大一些 或者比較資深的公務員會跟你說 喂喂喂 你剛剛入職不懂不要緊 但不要破壞流水 什麼叫流水呢 就是不要破壞流水線 即是如果你本身是說 敲開的就繼續敲開 如果本身是說整個作業 是說要令到 慢慢的工作周延復始萬象更新 慢慢可以繼續拖下去的話 就繼續拖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不能失任任何一個人 如果我們香港政府全部所租的東西 全部都是想 只是以自己的角度先 以其他工作 不要做那麼多 慢慢拖廚來做 受苦的是誰 是我們香港的市民 根深的也會拖垮整個香港政府的施政 所以其實我們論進香港之前已經說過 KPI你給審計署幫你定 還有審計署定了出來的話 我希望廉政公署跟手調查一下 究竟這些政府部門當中 會不會有人在利益在後面 而故意拖垮整個香港政府呢 意見我又給了出來 但是香港政府怎麼做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 根據香港政府的架構圖當中 審計署廉政公署 直屬行政長官 阿超哥 考慮一下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想 我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留言分享 訂閱讚好 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看時事講國際 一起討論論進香港 我是家偉 稍後再見 拜拜